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西營盛住了三十年 我住在那間大廈因為是世丹 他的轉手轉得很多 以前因為大家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就算不知道他姓什麼都點頭 但是現在因為租客太多 而且不停地轉 就變成大家很陌生 有時候都不會 今天遇到這個 可能明天遇到別人 就是這樣 這個也可以說人情味 是比較大 可以這樣說 要看看我自己的體力 因為現在我上斜坡 還可以勉強 我住那裡都要上斜坡 隨著年紀的成長 有一天你上不到斜坡的時候 你就要向現實低頭 分分鐘我可能要搬去一些地方 就是不用上斜坡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始終是喜歡適日的 就是沒有那麼煩人的 那些人比較純坡的 那如果我體力得到 我可以爬斜坡的 能力做不到 因為第一年多大 第二呢 這個是一個錢的問題 說到底 說到底 如果要搬一搬 你勞之動眾 除了錢之外 你要很多 很多繁瑣的東西 都要跟得到 那我自問呢 就沒有這個能力 可以再搬了 都要 即是有一天我還可以 上到斜坡 我還要留在這裡住 就是這樣 我有一個弟弟 他兩個兒子呢 就是怎樣去長大 其他那些呢 就住在1999 年來的 我們會再建立 預計他們的成長 在這區多過成長 在現在的新的市鎮 那些屋邨 比如 坐坐都是一樣 樓下呢 就是Suffing Mall 超級市場 麥當勞 奈 改餐店 就是千天一律 但是這裡呢 就不是 這裡 就是 很有特色的 其實新與舊是怎樣取得平衡點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經常講保育保育 但是另一方面要發展發展 怎樣取得平衡點 令到大家都滿意 這個就是怎樣說 做政府的有政府的立場 做市民的立場 做環保人士有環保人士的立場 都是要大家溝通關於保育的